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米娜 今天呢我带你们去CORONA城市CORONA来看投资房 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投资房呢都是40万美金左右的 1500尺左右的小户型,非常适合投资,非常好出租的 那么CORONA这个城市呢位于91号高速公路边上 那这个城市本身呢有华人超市 比如说九九大华,还有一些华人餐饮啊 然后近几年呢也有一些什么月子中心啊 各种各样的华人设施啊 所以还蛮受华人喜爱的 那么我们今天要去的小区呢是连排别墅小区 那它是在铁门里面的比较安全 并且呢它的户型有三种 那这三种户型呢都是三房的设计 大家都知道三房的设计啊 在出租房中算是最好租的了 那我们这个房子的价钱呢是39万7 最贵的可能就去到41、2万 所以这个价位呢按投资回报率来说还是蛮不错的选择 所以一会儿呢我们一起看一下 如果你对这儿感兴趣的话 记得累计我去订阅 好啦我是Mina 我们一起看房吧 好首先呢让我们一起来参观一下一号户型 那么一号户型呢是在房3.5位 有两个车库1555尺左右 那么它呢是三层的设计 然后先看一下房子的外观 好现在让我们进到房子里面参观一下 那么一进门呢右手边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卧室 然后左手边呢是我们楼下卧室所使用的洗手间和卫浴 这边出来呢就是我们的双车库入口 好现在让我们一起去二楼参观一下 这边的设计呢是二楼一上来呢就有半个洗手间 那么这半个洗手间呢因为它的客厅啊厨房餐厅都在二楼的关系 所以平时在二楼的活动的时候呢 使用这个洗手间是非常方便的 那么一号户型二楼的空间设计呢 就是我们的客厅连接着厨房连接着二楼的餐厅 就是我们的客厅里面参观一下 并且呢这边有一个小阳台可以看到小区的游泳池设施 三楼呢就是我们主要的两个卧室 先看一下它的主卧 主卧空间明亮 可以摆下king size的床 那么旁边呢就是双人的洗手池 浴室还有衣帽间 再看一下主卧对面的次卧 次卧呢也是有自己可以使用的卫浴 那么这边呢三房3.5玉的设计 就是每一间卧室都有自己可以使用的洗手间 好了现在呢让我们去参观一下二号户型 三房2.5位双车库 那这边的售价呢是40万美金起 先看一下户型图 那二号户型一走进来呢 有一个单的空间 那么这个空间呢也可以轻而易举的改成第四个卧室 让我们透过玻璃窗参观一下双车库里面 同样这边在一楼呢也设计了洗手间 现在去二号户型的二楼参观一下 一上来呢同样是一个二楼可以使用的洗手间 那么这种三层富士设计呢就是每一个楼层都需要有一个洗手间 这样在主人使用起来呢也是非常方便的 那么这边的二楼呢也是将厨房客厅和餐厅空间联系到了一块 那么这边呢还增加了洗衣房的空间 不同于一会儿我们要参观的三号户型 因为三号户型的洗衣房是放在三楼里面的 这边同样也是有一个小阳台可以看到小区 好现在我们一起去三楼看一下 一上来呢同样我们先参观一下主播 那么二号户型呢它的居住面积大概是1628平方英尺 所以它比一号户型呢更加宽敞一些 这边是一帽间 在主卧的窗户看一下小区的游泳池 这边是次卧 这边是三楼的第二个次卧 这边是次卧所使用的洗手间 最后呢让我们再去参观一下户型三 那么1682尺三房2.5玉 它的售价呢是41万到42万美金 那么这边有户型图 我们进到里面看一下 这边呢一楼就有一个小客厅的空间 同样这个空间呢也可以改成第四个卧室 那么在跟建商选择的时候呢 就可以选择将这边多出一个卧室 如果有需要的家庭的话 好现在让我们去三号户型的二楼看一下 来到二楼呢还是我们的生活空间 厨房餐厅客厅还有阳台连接在一块 那么这边呢有很多扇窗户的设计 大大的增加了室内的采光 这边的采光 那这边呢还有一个洗手间可以在二楼使用 现在让我们去三楼参观一下 这边三楼的空间呢要比一号和二号户型稍稍宽敞一些 同样呢我们先看一下这边的次卧 一间两间次卧 这边是次卧所使用的洗手间 那么穿过三楼的走廊呢我们就可以看到 在尽头呢是有一个洗衣房的空间 那么旁边呢就是我们的主卧啦 主卧呢在三楼的尽头 所以在离次卧有一些距离比较有自己的privacy 那么主卧里面呢同样有自己所带的双人洗手池的卫浴空间 这边是主卧的衣帽间 空间呢非常的精简 好了那么参观过了在科罗那儿的这个联牌别墅之后呢 米娜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联牌别墅小区它一共有148栋房子 一共有13期的建筑 那这边的地税呢是大概1.79%左右 包括成建税和通用税率 那么这边的H1是257每个月 包括房屋保险 包括它的游泳池啊 还有铁门安全设施等等 那么这边的订环要进单是5000块钱 然后学校的信息呢我会放在屏幕上 如果你对这边房屋感兴趣的话 记得联系我 那这边房屋呢它的价钱是非常划算的 1号户型呢是39万起 2号户型呢是40万起 3号户型呢是41万起 而且所剩为数不多 如果要订环快点联系我 我是米娜 我是一名住在加州的理事经厅和州的外理师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